大家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 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撕心野猪哦 这里先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兄弟姐妹们 未来小保底不歪,十连双黄,万事如意 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正片开始前,先请大家欣赏一下 金庸小说里的铁掌水上飘 哎呀,失败了 接着请大家来看一下 日本玩家因为原神而开始的集体反思 起因是这样的 在日本的原神论坛有人说原神真的太好了 为什么日本做不出来 接着就有人说原神虽然是中国的 但是技术是日本的 然后就开启了争论 如果技术是日本的 那么日本为什么没有做出原神 那是因为米哈游用了人海战术 换到日本这里也许用更少的开发者来完成 但考虑到制作速度和人力成本 就算开发成本比米哈游更高 更新速度改成三分之一 可能也完成不了 日本的技术基础笑死我了 这种价值观和视野 我认为是狭隘的老年人才会有的 如果是年轻人 那我觉得脑子不清 国产信者的渺小自尊心 日本技术人员被冷落 被海外超越 这是第几次了 日本国产游戏的角色绘画师高年龄化 所以画出来的感觉很土 技术早就被超越了 脑子里还是十年前的价值观 我看了都哭了 技术基础是不是日本的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 那日本应该做出类似原神的游戏啊 这位更加直接 复兴的可能性为零 制作的网游 马马虎虎能流行的也就FF14 最终幻想14确实挺不错的 在发展初期就输给了韩国游戏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当年 网吧里面 百分之七八十全是韩国的代理游戏 希望有更多像原神这样的游戏 走出国门 这就是日本社会轻视技术人员的恶果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日本制作游戏和动漫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薪资待遇是怎么样的 而在早前原神爆火以后 出现了各大游戏公司抢人的场面 薪资待遇就不用说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搜索一下 可以说米哈游用原神 真的是做了一件大事 挤压了套皮游戏的盈利空间 养掉了玩家们的口味 顺便还提高了一下工资 接着来分析下胡桃的复刻时间 问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 每天几时上百的 甚至有朋友的名字直接就是这样的 胡桃第一次复刻相隔了八个月 而今年暑假应该是开放须迷 那么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 胡桃的复刻应该是在十月份或者之后 除非出现特殊情况 就是须迷版本有胡桃的剧情 有剧情就会复刻 所以喜欢胡桃的各位朋友 还是有足够时间来存原石的 都看到这里了 野猪向大家求一个一键三连 祝每一位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抽卡圆梦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了 关注野猪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 谢谢